准备一块猪瘦肉 切成长条 跟咱们正常吃的溜段 基本上一样 大家会看这肉的纹理 是这样素条的 咱们切的时候就要顺色切 先片成片 这是这样素纹的 咱们一定要顺色切 这样咱们吃起来不塞牙 然后咱们把肉段简单腌制一下 加入料酒 海鲜酱油 胡椒粉 然后翻拌均匀 让肉段充分的入味 碗里边磕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搅散 加入两大勺玉米淀粉 再放入一勺白面 然后调成糊转 再加入150克啤酒 把糊搅匀之后 搅至酸奶转 咱们再加入食用油 再继续搅拌 把油搅到面糊里边 然后咱们把腌好的肉段 放到里边 翻拌均匀 油温烧到五层热的时候 咱们把肉段 依次的放入锅中 肉段里不用挂太厚的糊 薄薄一层就可以 看出发就得薄薄一层 放入锅里边 这道菜在我们辽西地区 尤其农村 农村的地方 谁家办事情呢 都做这道菜 叫蒸碗肉段 很适合老年人和小孩来使用 因为吃起来非常的软糯 肉段全部下锅 咱们保持中火 多炸一会儿 炸两分钟三分钟的 要把肉段 彻底的炸熟 炸酥 把肉段外边的一层糊 待会儿看一看来 炸制成这种金黄色 而且呢 漏肉的地方已经变成深红色了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倒出控油 咱们准备两个二大碗 把肉段放到碗里边 每个碗里边 放三片大葱 生姜 红干椒 一碗里边一个 八角 一碗里一个 花椒粒 一碗里边10个 胡椒粉 一里边两克 去腥蒸香 青盐 一里边两克 调底味 花椒面一克 增加符合味 黄豆酱油 10克 提味提鲜 清水 20克 东北的奔炸大豆油 一定要放这种生豆油 一里边加入10克 这生豆油往锅里边放啊 增把那小味哪儿都上去 蒸锅上汽 咱们打开锅盖 然后把 肉段放入蒸锅里边 盖上锅盖 如果不着急的朋友们 咱们蒸一个小时 这样肉啊 会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软糯 如果着急吃这朋友们 最少最少你得蒸30分钟 大碗肉段 车格是整整蒸了40分钟 然后咱们关火 现在已经非常入味了 咱们打开锅盖 取出来 肉上边咱们铺上一层生菜 扣上一个盘子 好 翻过来 非常有食欲 我们 在我们刘西地区农村办事件 蒸好之后 扣到盘子里边直接就上菜 倒装之后 这菜大伙都抢 你手感慢了吗 你连生了叶也都吃不着 不说肉了 你连生了叶也都吃不着 口感特别的软糯 而且非常入味 就是家里边的 农村厨师 做这个味道啊 不放太多的调味料 就是这种家常的味道 真棒 小不是局了啊 那么好 四边到这 一道地方特色美食 大碗蒸肉段 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大家会学会了 或者能对您用手帮助 希望家人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